要教大家來做蔬菜的燉乳法 如何讓白菜能散發出它香甜的氣味喔 首先就是在鍋子先稍微加熱一下 那再來呢在鍋中加大概兩大匙的油就可以了 好那 蔬菜呢它需要做一個炒製的動作 但是在這個之前呢 先把蒜頭 蒜頭放進來 這些辛香料很重要 一開始有跟大家分享過 辛香料 它是非常重要的這個元素 就把這個蔥蒜直接在鍋子裡面把它炒香 利用鍋子的熱度呢 把這個食材的香氣把它帶出來 那在炒的時候呢 火可以稍微呢 不要開這麼大沒關係 因為我們這個叫小火慢炒 不要也可以 傳統你在炒菜的話就大火快炒 是非常棒的 好那你可以看一下漸漸的呢這個蒜頭啊 還有蔥啊已經開始有點上色了 這時候這個油就 這個蒜油還有這個蔥油在裡面 現在有聞到蒜頭的香氣了 來 再來 金鉤蝦米 泡過米酒的金鉤蝦米也一併下來炒香 那因為蝦米呢它本身剛剛有泡了這個米酒 所以蝦米一下去的時候那個帶著酒香味出來 哇整個蝦米它是非常的香而且它沒有任何的腥味 可以看到了這個蝦米的味道都出來了 再來呢就是把泡過水的白菜放進來 那很多人呢常常呢就是白菜下去泡水用熱水去煮開 那煮開是很快 但是其實在煮完的時候白菜其實它的甜分啊都已經 跑到水裡面去了 然後你在用那個冷水去把它漂過之後 那其實它的營養成分甜度都不見了 那正常來講我一般在教大家做白菜的時候 古早味啊就是用炒的方式 慢慢的炒利用鍋子的熱度 把白菜呢它的甜味把它逼出來 那留在這鍋子裡面呢就是白菜的清甜 所以它的營養它的甜味都完全不會流失掉 好慢慢的炒 這個炒這個技法呢跟一般外面的比較不一樣 因為現在的社會就是有時候你需要快速 但是有時候快速就是熱水去汆燙就很快了 但是往往這樣子都會造成食材它的味道就不對了 因為白菜有白菜的甜 那一般人就是直接燙完之後 就直接冷水降溫然後就放進來 好這是很快的動作 但是你會聞不到那個蔬菜的香味跟甜度 你看這白菜慢慢的炒 那白菜因為它的預熱之後它的水分往外逼 所以它慢慢的整個就開始呢 結果它的香氣就沿著鍋子這個裡面帶出來 好可以看一下這白菜的這個已經開始有點透明狀 而且裡面炒的時候水開始變多了 這個就是食材它的原味在裡面 好放進來 可以可以了 好差不多看一下白菜 好已經差不多有這個軟度出來了 就不用炒到整個都 太水分都跑出來 因為我待會兒要加點高湯 就是剛剛教大家熬的雞高湯 下去一起熬煮 好 紅蘿蔔 好這時候紅蘿蔔可以放進來 紅蘿蔔直接放就可以了 因為紅蘿蔔它是需要吃一點水分 那傳統會用油去炒一下 但是因為紅蘿蔔這裡 比較不建議去炒 直接就下去 好跟這些食材一起下去做就可以了 好這個時候 就將剛剛的這個高湯放進來 好雞骨架高湯 那要燉這個白菜 就是說水不要太多 就是說你稍微燉到 要燉到那個 食材本身該有的甜味就可以了 所以我建議說 食材這個水分就是 煙蓋到食材上面就好了 如果我這裡要 這一顆的白菜的量化呢 大概是放差不多800CC到1000CC的高湯就可以 如果你想喝點湯的話 可以加到1000 那我這邊呢 是要讓它稍微有點燉菜的感覺 我這邊水大概加到800CC 接著呢可以把一些食材一起放進來 像這個黑木耳 黑木耳 然後呢這個是炸好的 已經漂過水的豬皮 那豬皮的話 用剪刀把它剪成大小 差不多5公分的寬度就可以了 豬皮 那待會呢這個肉絲啊 直接放進去 但是在肉絲再放進去之前呢 我會用一點醬油 然後米酒 然後一點的這個太白粉 把它做個醃製 好 我就先來醃這個豬肉絲啦 好 接下來呢 這個肉絲在噴條之前呢 先做一個簡單的調味 來 醬油 一小匙 好 讓它稍微一點上色就可以了 那再來呢就是 米酒 米酒的話呢 可以稍微多一點兩大匙 好 讓肉類可以去腥 提味又增香 那接著呢先把它拌均勻 這邊肉絲就是純粹就是要 讓大家吃到肉的鮮度跟味道 然後呢 因為鯉雞肉本身 它本身是沒有油脂的 比較都是瘦肉 所以呢 我會用點米酒 稍微多一點點 讓這個肉吃起來會比較有水分 好 稍微給它拌一下 這個動作很重要 要把這個肉 把這個米酒打進這個肉裡面 好 好 再下來要讓肉吃起來滑嫩 就是要這個太白粉 好 那太白粉也是大概一大匙的量 然後呢 接著就是 迅速的把它攪拌均勻 好 肉算 迅速攪拌均勻 好 那最後呢 這個香油 下大概兩湯匙的香油 在煮的時候呢 這個香油呢 跟肉 和在一起 在湯汁裡面會比較容易的 把它滑開來 而且帶著香油的香味 在這個湯汁裡 好 好 這個就是醃肉絲的一個 這個調味部分 一個小技巧 好 各位可以看一下 就是在這個裡面的白菜呢 已經滷的 稍微 那個水分 變得越來越多了 因為這個白菜水分 釋放出來之後呢 跟高湯還有這裡面的食材 一起做一個結合 好 那接著呢 就是放入 剛剛醃好的這個肉絲 直接呢 放進來 利用裡面的熱度 那均勻的把它整個化開來 化開來 那這裡面呢 因為肉絲有加太白粉去醃製 所以這個湯汁會 稍微會比較濃郁一點點 除了肉的香味之外呢 因為它的粉會讓湯汁看起來 稍微有點像勾芡的感覺 可以看一下這裡面 這肉絲已經都熟了 非常快速 那肉絲已經熟了之後呢 我建議這邊火 可以再稍微開大一點點 讓這些食材的味道 釋放在這個湯汁裡面 然後呢 就把這個 接著就下就是甜豆 甜豆直接放進來 利用這個湯汁的味道 把甜豆 稍微微的入味一點 好 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調味料 就是扁魚酥 扁魚酥接著放進來 再來就要來做調味的動作 哇 好清甜喔 味道很棒 蔬菜的甜味都在裡面 哇 整個這個 這鍋 淡酥白菜乳裡面的這個 扁魚香氣啊 已經一直釋放出來了 那其實 剛剛在試完味道之後 它本身已經有 白菜的甜 然後有淡酥的這個香 扁魚的香 然後還有這個 像這個豬皮的這個Q度啊 在裡面 那調味真的是非常簡單 你不需要太複雜調味料 就是鹽巴 鹽巴呢 就是最好的調味料 接著呢 帶上 1 2 小時的胡椒粉 增加它的一個口感 跟一個層次感 好可以看一下喔 這個白菜乳啊 已經把這些味道啊 都已經非常的融合在一起 那最後這個蛋酥呢 這一顆蛋的量 稍微先放一半的量 放在裡面 為什麼呢 讓這些蛋酥的味道 可以融入整個湯汁裡面 剛剛我有試過味道 味道真的是非常的清甜 非常的棒 而且呢 完全啊 就是真的是古早的這個台灣味道 真的是 讓人家 就回念到 有點像 以前小時候 在這個家裡的時候 媽媽做的那個味道 但是這個 那種做法可以在家裡 你自己也可以做出一個不同的風味 好 最後呢這個 噴香蛋豬白菜乳呢 就是可以起鍋 可以用一個砂鍋裝起來 或者是家裡有其他的這個 像碗啊 或者是湯都可以裝 然後再把最後的這些蛋酥啊 灑在上面 灑在上面 然後割一兩片的這個 香菜葉 這樣就可以完成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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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